下海经商 炒谷炒地皮 盖房子办工厂 九十年代 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时代 在前进的途中 有人成了 有人败了 可是我们骄傲 因为我们经历了那个 脱胎换骨 梦想成真的时代 原始国 要卖原始国 快说 情况怎么样 证券公司的小李让我告诉你 后天早上八点 卖原始股 还是老规矩 凭身份证购买股票认购证 八点 时间紧了点 这样 小蓝 你给我找三十个男的 申请立装 要老实可靠 明天十二点之前 在这个地方集合 带着自己的身份证 我现在出去一趟 小白 你记住 买了原始股 不管挣多少 都有你百分之十 别傻傻 听明白了 好 我呢 是蓝顺本地人 虽然年纪大了一点 但是我自己有房子 有厂房 我不缺钱 这老板说了 你要是跟我 我就给你买城市户口 现在的户口 这六万块钱 真的 现在我们就去看看我的房子 好不好 走 好 我这是有点不方便 要是我的腿脚好 愿意嫁给我的人 多着呢 走吧 第一次 桂花 我就一个人 父母啊 早过世了 将来啊 你嫁给我 该花钱 你就花钱 该买东西 就买东西 桂花 上车 哎 怎么了 桂花 桂花 上哪儿去 好了 桂花 别哭了 啊 没事 不行咱再接着找嘛 你桂花找到那儿漂亮 好了 好了 不哭 啊 嗯 这样 你呢 今天就去买票 明天先回家 等你从家里回来啊 表我给你介绍一个 漂漂亮亮的城里来 好了 不哭了 就回我准备准备吧 好 嗯 嗯 没事 有什么呀 啊 赵小明 嗯 我问你啊 嗯 哎 你知道不知道老王是个瘸子 怎么了 明知道他是个瘸子 你还给他介绍 而且岁数也太大了 你这人怎么想的 人家条件要是都好了 人家要桂花吗 可能吗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桂花只能找老王这样的 那农村姑娘就不是人了 我没说农村人不是人 我也是农村人的 你真是的 就是啊 人家老王还答应 只要他同意 就给他花钱办户口 成立户口 不行 我不能让桂花这么受委屈 我得给他找一个像模像样的 万一 赵小明 樊 真 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够要是吧 我只是想做了一批身份证 搞生日了什么呀 能不能搞到吗 能 买股票 买股票还得用身份证 买股票必须得用身份证 我需要大量的身份证 你说吧 要多少 越多越好 咱们每个人给人家十块钱 给什么钱呀 提前就见外了 到时候把身份证还回来 完事 不不不 一定得给人钱 但是身份证你一定给我搞到 行 兄弟 这关系到你哥的幸福和将来啊 苏大哥 来 吃面 太好了 为了你的幸福和将来 我也只帮你借 弟妹多好 人漂亮 心眼也好 你小子真有福气 行行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说说你最近怎么样 我们俩个天天念叨你啊 能吃完再说吗 行 行 我还是不想住织方家 他们家离东宁那么远 找工作跑来跑去的 太麻烦了 再说了 老住到人家里也不方便 行 你愿意住哪儿就住哪儿 让你自己觉得方便 去了以后啊 别太勉强自己 工作要不好走 你就先回来 咱们再想办法 在东京找工作太好找了 就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 得花点时间 再想想还要带什么东西 还要拿什么 什么也不缺 去那边要照顾好自己 得好好吃饭 有什么事你就给我打电话 别老自己憋着 就是舍不得你和小颖 舍不得你就别走了呗 不 臭鬼话骗着 我骗你了 我骗你了 Ying 给你 你小颖 给你 scalp 你 肯定 我们 都有剧 你 不 你請教自一下 疑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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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疼啦 疑疼了 別擠別擠啊 每个人都有 人手一块儿 来 好嘞 小宝 你长这么高了 米珠 吃糖 这可是城里最好吃的糖 好 固定价一百七十五个 好 我错了 这 这工厂是有模有样的 我住的是绳长瓦造 跟你比我这翘花子一个 你说什么呢 哥 再好没有用啊 没钱 像你都有八万块钱了 那都不叫钱 炒股放在股票里的钱 只要你不放在手里 都不叫钱 你别看我现在有八万 说不定哪天就没了 不可能 我相信我哥的实力 我哥的实力 绝对没问题 李商长 身份证收集了 我们产到七十七个 外 外产的六十个 不是七个八个吗 怎么还在那可七十七个呢 老黑师傅没交 他说不想挣这十块钱 我找他去 哎哎哎 够了 一百三十七个足够 缺一个 我现在就给你钱 回头我给你写一百三十七个身份证的这个借条 怎么又提钱了 回头我给他就完事了 必须得给钱 哎 贵华 我听说城里人他们做饭不烧柴 也不烧煤 他们烧那个蓝蓝颜色的火 那叫什么火啊 吴奶奶 那不叫蓝颜色的火 那叫液化器 哦 液化器 它是用一个大铁罐子装的 哦 只要你一打开开关 听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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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在水一方 这有个古诗词 有的时候写的是 不好 对不起 我媳妇来了 喂 姨茜 总裁来啊 我不是想给苏大哥 多借几个身份证吗 借那个吗 苏大哥 这是一百九十十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兄弟 既然你相信大哥 你把钱给我 大哥给你尽心尽力 好不好 好 四大哥 还有一件事 你上次从北京到长兴 把这个落在我们家了 我们俩搬家呢 我就一起都带到广东来了 我收着这些破烂 姐 这样吧 还放在你这儿 我这一天东北西跑的 说不定就给搞丢了 回头我到你这儿来去 帮我好好留着 行 那我就给您收好了 好 我走了 走了 我送你 我走了 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桂花 怎么还不睡啊 睡不着 你怎么也起来了 我还听到你的声音吗 老六 老六 快起来 桂花睡不着 陪她说说话 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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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花 在翅芳家 她对你还好吧 表姑对我好 表姑父对我也好 他们家的东西我随便用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那就好 东家对你好 说明你巴斯好 我听说城里人哪 就像防贼一样防保姆呢 没有的事 你那么辛苦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 你等会儿啊 我这次回来 把赚的钱都带回来 一共六千 你 你咋来这么多钱 你没干坏事吧 静一下 这次回来 就比如说 我现在选择那次 我谁喝的 其实你别 Pode没有 谢谢你 我帮你 我手不发 我手不在 我手不招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蓝 跟着苏老师发财了吧 发了 真发了 我来的时候只有两千块 现在呢 现在我有一万五了 在黑夜里点燃了一灯 胆怯的灯却照亮了所有的繁星啊 小蓝 你只要紧紧地跟着苏老师豪迈的脚步 你进入大户室指日可待啊 你将随着东方的日出而放射光芒 正如晨光里积雪的疯癫 是 紫牙已是知音何期 高山流水终成绝写 都站好了 苏老师 我请的全是年轻力壮的 你看行吗 行 今天来的每个人三份包子 好 苏老师 我都跟他们说过了 每人每天三十 不管饭的 吃饱了有劲对不对 对 各位兄弟 今天呢 咱们是一场激烈的战斗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啊 每个人必须至少要买三次认购帐 第一次我给三十 第二次我给五十 第三次我就给你七十 好 我买到四次了 第四次我再给你加二十 以后多买一次多加二十 好 你们千万不要怕 你们不要怕 只管王立基有多大劲使多大劲 东风吹战鼓雷 这个年月谁怕谁啊对不对 对 为了能让各位兄弟赚到更多的钱 我建议你们分成十个小组 三个人一组 两个人负责排队 一个人负责传递 一会儿啊 看不见我就在那儿 就到那儿把东西交给我 我再给你们钱 给你们新的身份证再去买 听清楚没有 听懂 吃饱了 可以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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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静地等待 让我们的心不要扬起尘土 让世界自己寻路向我们走来 你一会儿回去慢点开啊 注意点安全 不上去拿东西吗 我刚才想了一路 我还是决定不去你们公司 不是 周总 房子和办公室都给您准备好了 怎么能不去呢 是是是 我知道你们是想要帮助我 可是我还是想找一家 相对正规的公司 我想我要是跟胖大哥当面说 他一定会不高兴的 你回去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 也说他 也说我谢谢他 谢谢你送我回来啊 再见 请不吝点赞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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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没有让他曾用的 您好 周小姐 您好 您好 欢迎加盟天大公司 谢谢 谢谢 小刘啊 以后要多多关照周小姐 周小姐可是个难得的女才啊 在生活上 你要多多关照她 工作上 要多多向她请教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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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 发现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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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进来 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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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嗯 周姐找着工作了 你说她为什么不愿意到我这工作呢 找什么工作 她哪个公司啊 好像是 天达公司 她在那当会计 天达公司 她公司比我们公司好吗 她公司比我们公司好吗 公司确实挺有名的 我去过 说实话 比她好 但是她的家事 拥有什么妖怪 我就一定会之间 在那下 我们在哪里 都能扣会 这张 她的父母 那我们家人 暗号 赶紧 现在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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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笔钱是赵总带来的集资款 集资款 什么叫集资款 赵总以前在湖北工作 后来到了广东 在单位搞了一次集资 就是说 如果看中了赵总的生意 认为赚钱就可以投资 哦 我明白了 那就是说这笔钱 是赵总原单位同事的钱 对 赵总单位的同事 看好了赵总的生意 所以就凑了七十万块 赵总把这七十万 作为天达公司的启动资金 因为钱是凑的 所以利息比银行高 这些钱呢 在我们公司可以用五年 五年以后必须要还本 那利息呢 一年一付 对 一年一付 五年还本 赵云 赵总让您过去一趟 好的 我马上就来 张大姐 那前两年的账本 你下午给我拿过来好吗 好的 下午给你拿过来 请进 您找我啊 赵总 小周 您好呢 对对 请坐请坐 小周啊 来公司工作还适应吗 挺好挺好的 按您的吩咐 我这两天正在看公司以前的账目 总的来说呢 我这两天正在看公司以前的账目 还是挺好的 挺清楚 也很规范 财款人员的水平也很高 这样吧 我会尽快地总结出一份财务报告 尽快交给您 很好 这就是我让你了解财务状况的一个目的 公司的工作不用着急 可以慢慢去了解 我用人跟别人不同 我看重的不是你整天在工作 我看重的是你有没有自己的见解 一个老实的员工和一个能出点子的员工 他们所创造的效益那是肯定不同的 我们公司需要的是创造型人才 你在我的心里就是这种人才 不不不 您给我讲了 我 我知道 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像你这样的女同志可不多见 既有花容月貌又有锦绣才情 我相信 那 你在天达一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没事 我先 对对 小庄 今天晚上我要宴请两个客户 我想请你跟我一块去跟他们吃顿饭 您是让我陪客户吃饭啊 对啊 你来广东时间不长 对做生意可能不太了解 如何与客户打交道是一门学问 如何陪好客户 那是一个更大的学问 很多的生意都是从饭桌上开始谈起的 你可别小看着吃饭 有时候一瓶酒 一个菜 就能影响上百万的利润 甚至上千万的利润 小庄 你要做好这种思想准备 以后这种事肯定不会烧了 好 下班以后你来叫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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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客人怎么还没到啊 是啊 这样 小周 咱们等到七点 如果他们再不来的话 我再打电话催催他们 喂 来位 老邓啊 你们怎么还不到啊 我们都等一个多小时了 你们在广州 不用不用不用 什么负金请罪啊 改天他们再约啊 好好 再见再见 叔啊 客人来不了了今天 他们在广州 那 那菜都点完了 要不然给他们退了吧 不用 咱们不也得吃饭吗 来来来 坐坐坐 咱们吃 亮女 你好 老板 亮姐 上菜 好 坐吧 好 三十五岁之前 我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二十二岁大学毕业 三十岁我就当上副主帐了 妻子温柔 妻子温柔 女儿可爱 可谁想到 我妻子就瘫痪了 八年呐 我是每天送孩子上学 给全家人做饭 还要每天给老婆洗头洗澡剪指尖 八八年 八八年 我们外贸局在广东办窗口 能埋窗口上班的人 每人每天补贴三块钱 每人三块钱 我就为了这三块钱 辞去了副主长的职位 来到了这边 就办起来天达公司 一言难尽哪 那您妻子怎么样了 妻子依然贪婚 唯独不同的是 我现在有钱了 我有很多钱 几百万 我请一个人专门来伺候 每次我回家 我妻子都提着问我一个 我是那种人吗 毕竟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了吗 所有的苦水 只能我一个人咽了 您别喝了 一醉解千成 小周 你别看我现在有钱 可我苦啊 我心里苦啊 我心里苦啊 来 喝喝喝 您少喝一点吧 你干吧 一醉解千成 还好 你别说起开 别说起开 你让我来